搭乘专机晚间抵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马不停蹄来到约旦首都安曼 而他前脚才刚离开以色列 不只要见约旦国王 还有国际承认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统阿巴斯 接下来布林肯扩大访问中东行程 还要前往卡达 沙奥地 阿拉伯一连访问六国 中东爆发冲突 美国派布林肯出马 亲自献身力挺以色列 尤其身为犹太裔居中斡旋角色关键 也要携寻失踪的美国公民 遇上音乐记大屠杀活下来的年轻人 想起罹难朋友情绪崩溃 而布林肯这趟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 亲眼见证哈马斯暴行证据 传出哈马斯连婴儿都不放过 现在以色列向国际球员英国宣布海空军总动员进驻东地中海 并派P8海神式海上巡逻侦察机 德国同样以军事武力援助以色列 包括总理肖茨关键伊朗 是不是由背后支援哈马斯 也谴责这场惨无人道的攻击行动 TVBS新闻都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